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琪开心地跑过来和拉拉队机长 小广也是不同反响 这一接触过后居然激动地晕了过去 在保健室里 小广对闺蜜说 只要靠近小琪半斤25米内 自己就会头晕紧张 仿佛心里的小鹿被激活了一样 闺蜜劝她趁机告白好了 也许上天得到了感应 另一边的小琪因为受伤流鼻血 也来到了医务室 刚好啊 这时的小广刚刚从睡梦里醒过来 因为梦境的美好 她让着今天就要告白 偷听到这一切的小琪吓得逃走了 因为小广一直盖着毛巾睡觉 所以她并不知道小琪来过 下课回家的那条路上 小广真的等在了那里 只是她还没有开口说话 小琪居然先说话了 她请求小广和自己交往 不知道是太过开心还是不敢相信 小广骑着骑着 就把车骑到了草坪里 然后两人就正式在一起了 可毕竟学习毕业考大学 只是一道大门槛 小广自知成绩一般 就早早想好了报考本地 札幌大学的打算 在小琪的心里 她一直以早稻田大学 为学习的目标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她才不敢和小广说实话 但小广还是从朋友那里 问出了真相 是的 她不开心了 在她看来 这就是欺骗 这是对感情的不认真 气不过的小广 自顾自说了分手 自那以后 她开始不接电话 不回短信 小琪也不明白各种缘由 于是 她去找老师提出 放弃早稻田的想法 老师也是名人不说暗话 她询问对方 现在考虑事情 是不是太过目光短前啊 小琪深知老师的期望 但她认为 珍惜眼前也很重要 老师只留一句话 人生是你自己的 最终决定权 还是在你的手上 不久 小琪上门道歉 但小广还是不依不饶 直到她从朋友口里 听到小琪放弃 早到田的事情 就这样 两人又恢复了 往日的甜蜜 可毕竟考试临近 小琪为了专心备考 提出了暂时不见面的要求 小广虽然答应了下来 但作为恋爱中的少女 还是会忍不住打电话 只是为了听听对方的声音 可时间已长 小广的心里 也滋生出了不安的情绪 老师一眼就看出了 她写在脸上的心事 然后小广就以朋友的口吻 讲述了自己和小琪的事情 虽然这个谎言 变得是破洞百出 但老师并没有揭穿 反而耐心地为她 分析两个选择的后果 经过一番谈心 小广算是彻底明白了 她拉着小琪去了办公室 因为她想要小琪 遵从自己的内心 为此 她还让老师将小琪的愿望 改了回来 往后的日子 小广也开始认真起来 她会陪着小琪去打球 甚至还督促她学习 在那个午后 小广亲自将小琪 送上去东京考试的列车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也许就像电影里的 小广喊的那样 她发自内心地 不想小琪去东京 但她还是会放手成全 因为她相信 即使前路漫漫 小琪也会带着万丈光芒 回到自己身边 青春里的恋爱 正是因为简单 才会那么动人难忘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